二哥要等着这个时机 就是为了让书院完成这个算天的局 而且这个局的关键就在光明慧 就在皮皮作为光明慧的祭品 出现在祭坛中央之时 这场盛大的浩天祭祀 其实也是神殿给书院做的局 就在所有的人都等着皮皮被圣火焚烧之时 神圣而严肃的忌讳 却被他搞成了一场闹局 叶红鱼 你这个没良心的 小时候师兄给我买五块糖 我都给你吃三碗 我不就看了你一次洗澡吗 去吧 此时的叶红鱼 早已是高高在上的裁决神作 却被这个小胖子当着众人的面 说到小时候就被人看光 虽然他很想撕烂他的嘴 但是他依然隐忍不乏 就在皮皮很是失望 没有成功激怒叶红鱼 让自己痛快死去之时 一道难以形容的光明威压 落在了白石祭坛之上 这道威压蕴含着绝对纯粹的力量 完全不属于人间 而是盗门信徒宋记的声音 从天穷中照话而来 宁缺看着这道圣洁的光线 就在他准备就要出手时 忽然一个人影闯进了圣坛 打断了信徒们的宋记 来人正是唐小唐 看来出院已无人意 只让一个区区的二代弟子 前来我逃山 就想带人走了 我师父余怜 毁了你的济海雪山 区区手下败将 还敢在这里废话 掌教熊出墨满脸失望 竟然等来了一个二代弟子救人 出手就是一道狂暴的雷鹰 袭向了唐小唐 起料这时叶红鱼使出了繁龙大阵 将二人隔绝在祭坛中央 看似失出的是一座囚龙 实则是替他挡住了掌教的雷鹰 掌教熊出墨又是一道雷鹰 将唐小唐设置身前 准备用神灰将他净化 伴随着皮皮撕心裂肺的呼喊 宁缺在人群中突然现身 袁十三剑在空中被宁缺拉满弓弦 剑枝带着恐怖的服役 形成一道湍流射向了雄出墨 九徒和屠夫听到了浩天的召唤 正要赶往陶山助威之时 被早就等待一旁的大师兄和朝二哥 拦住了脚步 两位前辈请留步 你们要去洗灵年 我来就是不让你去 你要去光明会是小师 但你想动我的小师弟吗 那便是大师 那让你死了 是大师还是笑死你 九徒笑容见脸 随手将他佩戴千年的九狐 附着他修行千年岁月的力道 九狐挟着这道恐怖的力量砸向大师兄 大师兄以巧妙的身法扭曲了这股力道 又顺势将九狐投回 九徒将这股雄厚的力道 全部卸在地面才将九狐接下 大师兄紧接着无惧来到九徒身后 九徒快速转身将大师兄击退 徒夫趁机抛出了手中的徒刀偷袭 被大师兄接住抛回 紧接着九徒快速的闪略而至 二人身影如昧 如影随形展开无惧之战 徒夫仍是平静地磨着刀 坐在一旁趁机偷袭 大师兄相对九徒而言 毕竟还是太年轻终究 还是玩不过九徒 被九徒击中摔下来 又被九徒蓄力接连击中 就连有片刻的调戏都不能 九徒又是一脚从天而降狠狠地踩下 大师兄只能不顾伤势 在九徒的周身转动 形成了一道高速的飓风 互拼了一拳 毕生沉重的闷响 大师兄倒飞出去 九徒则是连推竖骨 就在这时朝二哥拦在了两者之间 二哥等待的时机也到了 这两人是修行史上特殊的存在 二人活了无尽的岁月 若不是他们威胁到大唐 书院自是不愿做局与他们为敌 如今却是书院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却是到了收局的时刻 屠夫将手中的屠刀投向了朝二哥 大师兄已无惧将屠刀接下 屠夫的身影随即攻道 拍在朝二哥的胸口 突然无数道惊艳的剑光 从二哥的胸口喷射而出 屠夫刚好站在二哥的身前一尺 根本无法躲开 直接刺穿了他的身躯 九徒眼瞳骤然紧缩 这道剑意来得太快 更是突然 根本就是避无可避 君子藏气于身带机而动 二哥等的就是赐出这道剑意 为大唐除去这两害 此举更为挟之大友 两只狼蚂蚁 可像只千年凶